好的下面呢正式进入了小北上分讲堂的小讲堂环节 那这边还是跟大家讲一下 因为有很多人还是第一次看我的视频 这个环节是本部视频的精髓所在 然后请大家一定要认真的看一下 如果你真的想学英雄的话 因为这整个环节里面融合了我对这个英雄的所有理解 以及操作的技巧都在里面 我是真的很想很想把我会的东西交给你们 所以会比较的繁琐一点 我会先用所有的东西 把所有的东西用文字给大家看一遍 然后一边看我会一边告诉你们 然后后面还会配上一个实战中的一个画面讲解 来尽可能尽我所能的教你们一些我会的东西 俗话说的好吗 精品必定繁琐 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够认真的看完 里面融合了我所有的心血 好首先来讲对线部分 首先讲一下截对线期的一个连招消耗 看准对方要补刀的瞬间 放W分身到他的身旁或者他的那个重叠位置 放W的同时按E技能 因为引分身打到的E技能会有一个减速效果 方便我们减速以后去找一个Q技能的命中位置 这时候对方一般一套消耗以后见识不妙就要开溜了 如果对方是近战了 而且他还想要不要命的来补刀 你可以直接跟分身交换位置 换位上去考虑强行击杀他 然后我们来讲一下线上的一个单杀 用上述方法消耗一套以后呢 即可以考虑去击杀他 击杀前一定要看一下自己的能量满不满 够不够放所有的技能 然后看准对方补刀的间隙 直接用R起手 用W技能的分身去躲对方的控制技能 挂上点蓝直接一套带走 别忘记在对方死之前按一下R跟分身换位回来 杀人红尘中脱身白了 好的下面我们通过几个镜头来看一下 好的下面我们先看这个镜头 这个镜头呢讲的是一个线上的消耗 这边的话呢看准一个WQ技能的CD好了以后 看一下自己的能量够放一套的蓝 看准他的一个走位 等到他这边往前走位的同时 我一个W技能重叠扔出去 然后E技能的减速挂上以后 用一个Q技能打出一个沉蹲的伤害 好我们这边慢动作来看一下 首先W技能重叠以后一个E技能减速 可以看到他这个时候的移动速度非常的慢 然后我在他的一个移动路径上面扔出去一个Q技能的手里键 打到了一个两个手里键的重叠效果 好这就是结在线上的一个连招消耗方式 好然后再来看这个镜头 那一样的话是这个镜头讲的是线上消耗完以后 他不走你跟你分身换位的这样的一个镜头 先是WE然后Q技能是被他躲掉 这个时候看到他是并没有选择撤退 然后我这边是直接大招躲掉他的一个QE二连的空子 然后闪现跟上一个Q加上点蓝 直接换位回来把他击杀掉 好这边再来讲这个镜头 这个镜头的话呢是教你如何用截去线上单杀 因为他会补刀 比如说像现在这个时候他会补刀 你直接跟你分身换位点蓝挂上 直接一下平A把他带走 然后这边看到一个双buff的打野过来 然后我们这边我们自己家的打野也是过来了 所以我这边是不急不慢 然后我身上还有个闪现根本不虚 然后这边的话是继续回到线上去卖一波破绽 然后看这个狮子狗会不会过来 然后我还想要拿他的一个双buff 好这边看着狮子狗的一个走位 直接W上去E技能减速挂上 一个Q技能两段伤害打到 直接跟影分身换位 这个时候看到 等一下 等到我E技能CD好了以后 闪现上去平A加上E技能 因为闪现上去的一下平A不足以直接击杀他 所以等一个E技能的CD 先闪现上去用E技能打出伤害 再接一下平A顺利的在塔下带走他 完成双杀 好下面是对线部分的最后一个镜头 最后一个镜头 我们来看一下一个线上的完整的击杀手 先是影分身的一套消耗 然后换位以后可以看到 辛德拉非常着急的 把QE技能的一个控制技能交掉 这时候他交完控制技能以后 我也是毫不由于直接一套大招 然后这边辛德拉爆完以后 其实是没有死的 但是我们利用了影分身的一个E技能效果 直接击杀了他 我们这边慢动作看一下 这边爆完其实他并没有死 然后这边我在远程操纵影分身一个E技能 然后他走位不慎直接被击杀 好下面进入支援部分的一个教学环节 中单的节呢 他的游走时间的把控非常的重要 中期出了武术邪以后 游走来带动节奏 12分钟左右的小龙团时间的把握 都是作为一个中单必须把握的时间点 请记得推完兵线再去游走 防止你游走期间 兵线被推入塔内导致丢金燕和丢金器 然后游走万一又没抓到人 那么就得不偿失了 好下面我们通过几个镜头来看一下 好下面先看这个镜头 那这个镜头的话 可以看到目前我是在塔下收兵 然后下路这边是打起来了 然后我们这里是被抓了一波 已经没有救了 所以我去看了一下以后又放弃了去下路的一波游走 因为我们这边几方的人已经全部死光了 所以去已经是为时探完 然后这边我在推这波兵线看到亚索是往下走 那么说明他们是要拿小龙了 拿小龙我一个人去是没有用的 因为我们这边打野不在 然后下路两个人已经阵亡 这个时候我推完兵线 游走之前一定要是推完兵线 可以看到我这边推完兵线 然后往上路赶 上路我们石头人是有大招的 配合石头人的大招 我可以很轻松的击杀这个兰博 也是稍微挽回一点劣势 好这边石头人很配合 直接上去一个大招 然后我这边连大招都不用抱 直接击杀掉这个兰博 好然后来看这场小龙的团战 现在的时间点是10分钟 然后对面是击杀了我们下路的二人组 然后这边是强行拿小龙 这个时候我先大招给奥巴马打一套伤害 然后立刻跟大招换位回来 躲掉了对方的一个控制技能 然后这时候对方全部残血 我闪现W技能切身 直接秒掉两个 然后这边一个吸星大法 吸死对面的一个心得了 拿到三杀还守住了小龙 好下面是团战部分的教学 结的团战分为两种 一种是单人带线推塔 然后判断团战开始的时间 等推完线以后 提前往那边走 等到残局以后进入战场收割 然后另外一种是团战进去以后 先手开大秒杀对方APC 换位回来 等技能CD以后再进入战场 第一种适合逆分局 第二种适合胜分局 下面我们通过两个片段镜头来看一下 好先来看这边第一个镜头 第一个镜头可以看到上面的人头 比17比23 我们这边的人头是落后 几方先阵亡了一个蓝薄 这个时候基本上已经是一个残局了 我这边闪现跟上一个ADC 然后跟大招换位 吸收了一个沉吨的伤害 方便队友打出一个输出 然后一个E技能加上一刀平A 直接带走两个人头拿到一波三杀 然后这边稍微迂回一下 我们这边是迂回一下 在最远距离 等一下这个链金 然后看准一个走位 W技能加一个最远距离的标 直接超远距离击杀链金 拿到一波四杀 这边的话拿完四杀 人头是22比23 这个就是一个逆分局的团战打法 好然后再来看第二个镜头 那第二个镜头这边可以看到 我们是一个顺分局 然后这里我直接换位上去 一个大招直接切对方的ADC 闪现跟上接上平A 直接带走 然后大招换位回来 等一个技能CD 然后继续进入战场 进行一个收割 这个就是杰顺分局里面 一个可怕的地方 可以让对方的ADC 无所遁形毫无作用 好的下面是小蒋糖环节的 最后一个环节 杰的小技巧环节 那主要讲一下的 就是大招和W分身躲技能的 一个时间把握的应用 然后之前版本呢 杰有一个bug 然后我不知道大家遇到过没 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这个bug 目前应该是修复了 现在用不了了 大家就当看个乐吧 好我们这边先来看一个大招 躲一个技能的应用 像这边 躲了一个亚索的吹风 然后我这边跟大招换位 逃回来 这里的话是一丝血 然后存活了下来 好我们这边再来慢动作 回放一遍 首先这边跟W的分身 交换位置 平A一下 立刻接大招 这时候亚索使用一个吹风 我这边顺利的躲过亚索的吹风 然后这边 冲进塔内 挂上点栏一下 平A 然后立刻跟大招交换一个位置 最后的话 是一丝血存活下来 好然后再来看这个bug 一个比较好玩的bug 就是杰放了大招以后 直接出现在了一个上 那这个bug目前应该是已经修复了 就看着玩吧 好的爱生活爱游戏 各位观众老爷好 我是英雄联盟的解说小北 那么今天小北又给大家带来 这一周的小北上分讲堂 然后这一期的话是玩的一个节 然后素材的话选自电信号区 祖安的一个大师组的排位 大师组的话就是新出的一个段位 可能很多人还不清楚 它是介于钻石一以及王者之间 就是升到王者之前 你要先经历一个大师组的排位 那现在的话 这个素材号也是打着打着 打到了大师组 那我们下一期 就从后面开始小北讲堂的一个素材 都会选自于大师组的排位了 冲一下王者看看 能不能打一些王者素材吧 但是王者的话上去有非常多的演员